今年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预期目标是 国内生产总值增长6%到6.5%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.5%左右 城镇登记失业率4.5%以内 居民消费价格涨幅3%左右 国际收支基本平衡 进出口稳中提滞 实施更大规模减税 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 重点降低制造业和小微企业税收负担 深化增税税改革 将制造业等行业现行16%的税率降至13% 加大吸引外资力度 进一步放宽市场准入 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允许更多领域实行外资独资经营 落实金融等行业 改革开放举措 完善债券市场开放政策 加快与国际通行经贸规则对接 提高政策透明度和执行一致性 营造内外资企业一视同仁 公平竞争的公正市场环境 禁止 感谢观看